這個整個雲端硬碟下載一下 很簡單嘛 上面不是登錄帳號 再來就是在雲端硬碟中開啟 那這個所謂在雲端硬碟中開啟就是 它會把我的雲端硬碟 開到你的雲端硬碟裡面 那實際上到你的雲端硬碟不是抓過去 而是會幫你建一個連結 就有點像網方有沒有 你要抓別人的網方 你只是抓一個連結 那東西還在它的電腦裡面 所以如果你要全部下載的話 你就是在雲端硬碟中開啟之後有沒有 然後呢會在你的雲端硬碟裡面出現 上面會有一個箭頭啦 你這邊就把它下載 那特別注意 等一下上課的時候不要這樣做啦 因為它會把所有的東西 包含裡面的範例檔全部都打包 變成一個ZIP檔 所以大概會有幾百Mega 如果怕等一下 大家又練習一下 全部都幾百Mega 等一下可能會塞車 那你知道之後的話 回去再做也沒關係 它下載之後的話 大概是這樣子 不過慢慢 你們要是慢慢習慣 就雲端硬碟的操作 按下載 在那個下方 它會 它會正在準備下載 然後它會做什麼 把我的雲端硬碟打包 壓縮成一個ZIP檔 然後再下載到 你的那個 就是你的 你的電腦裡面 不過最後這邊會準備 然後壓縮 有的時候可能會花比較多時間 那最後你看一樣 那個下方會出現有一個那個 就是就是下載之後的那個連結 那這表示已經全部下載 你解壓說 這個所有東西通通會到你的電腦裡面 那如果你還要在備份的話 你可以在自己再傳到雲端上面去也可以 傳到你自己的雲端一點 另外像還有那個論壇裡面的這些影片 當然你如果你要像之前有同學會說 這個地方怎麼樣備份 就要備份的方法太多了 因為我之前有在其他地方上課 有講如何下載YouTube影片 網路上很多方法 像什麼4K Downloader有個軟體 叫4K Downloader的這個軟體 這個滿好用的 它可以把你把我影片下載 當然你只要不要做一些那個什麼燒路送人 或者是燒路賣人 那當然就我是覺得還OK 你們發現現在已經打包了 它已經把它下載 不過它這個是EIP打 那另外其實好像有一個一個軟體 在手機裡面的那個叫Tumet的一個軟體 它也可以直接把影片下載到你手機裡面 因為如果你手機不是吃到飽的話 那你就可以用 我其實還蠻習慣的 因為我有時候會從YouTube上面下載一些 一些節目吧 反正有時候在車上無聊的時候 就可以放來看 OK 那這個部分的話 我提供給各位參考 所以這個東西的話 都可以幫助各位 隨時想學習都可以連上學習 那今天的話 當然我們範例檔裡面 我們接下來就繼續來看 第五個單元 第五個單元講完 再來就是第六個單元 那接下來我們就以那個下面這些綜合練習為主 那因為剩下兩次上課 我們大概會挑比較重要的 那比如說今天好了 先來看一下大型試算表 那請各位把這個大型試算表這個範例打開來 那大概會有幾個啦 在了解大型試算表之前的話 請各位要了解 所謂的藍列鎖定技巧 那這邊的話 各位打開